大家好 我是您的老朋友李医生 糖尿病患者吃完饭之后 血糖会随着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而逐渐的上升 有些糖尿病患者通服血糖正常 但是餐后血糖就很难控制 就算是服用了降糖药物或者是注射了胰岛素 也很难去控制 这可能还是和日常的一个习惯有关系 第一个习惯就是饮食结构不合理 饮食对于糖尿病的治疗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而不合理的饮食习惯会对血糖的控制产生一定的影响 很多糖尿病的糖友都喜欢吃泡饭或者粥 这些东西的卡路里含量很低 但是很容易被消化会导致餐后血糖升高 此外每天摄入过多的卡路里 食用像干薯 马铃薯等等 升糖指数高的食物都会导致餐后血糖的上升 第二就是没有正确的服用药物 包括这个口服降糖药物和胰岛素注射 都需要注意一些小的细节 如果说胰岛素的剂型和用量不正确 就会引起比较大的一个血糖波动 口服降糖药物无效 口服降糖药物的使用方式 包括注射方式以及注射时间不当 都会导致餐后血糖的升高 那么想要掌握合理的服药方式和一个服药时机 一定要听从专科医生的指导 如果说饭后血糖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那么就需要联合去用药 第三点就是说情绪波动比较大 血糖还会受到情绪的影响 如果说过度的这种悲伤焦虑或者是害怕 就会刺激到糖皮质激素和耳茶粉氨的分泌 这些可都是升糖激素 会导致餐后血糖的上升 所以一定要保持一种积极客观的形态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心平气和 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情 如果你在饭后发现自己的血糖持续性的升高 一定要引起重视 要找出背后的原因 以上就是为什么糖尿病糖友饭后血糖 会升高的几个原因 咱们可以背照的看一下自己 没有犯这些错误 好了 我们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并且感发给有需要的人 请不吝点赞评论